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红火球 今天这个比较特别啊 大家记得之前齐列报那个学长吗 有时候影片会出现他 不过也很少啦 因为他毕业之后我们就比较少联络了 那他等一下要去修车 也不是修车啊 就是把摩托车大保养 还有做一些改装什么的 那因为他要修车嘛 他车子有一台所以他还跟我借车 那因为我平常上课都用走的 所以平常车其实没有什么在用啦 所以我就决定把我的野狼借他 那他如果修了什么改了什么 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吧 那现在他说要来先去吃饭 等等就要去计车行啦 那就在这边等他一下吧 警惠要请我吃饭 警惠 所以现在是要跟老板讨价还假的时间 讨价还假的时间 没有啊 看老板要说服你花多少钱 换多少东西啊 诶 不是 诶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 看他要换什么 我们再来看他要换什么好不好 所以你花了九千五要修车 对不对 那你还要借车吗 还是你就跟他借代步车就好了 跟他借代步车就好了 明镜需要寻emon 不需要人工具 吃饭 就要吃饭 就可以玩一下 看一只只猪 看一只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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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回来 看一只猪 看一只猪 明镜 你不想要吃饭